美国这个礼拜在财经部分最重要的两个大消息 第一是道成登上了16000点 另外就是叶伦 美国下一任博南克之后的点准会的主席叶伦通过了参议院的任命 牛气充填的美股再下一城 道成工业指数18号首度闯过了16000点大关 但尾盘终究只能望着天险星探 21号多头夹着强劲的经济数据再次发动攻击 中场大涨109点收在16009点 一吐先前连跌两三天的怨气 这几天的美股 走势峰回路转 音响走势的因素除了一贯的联准会之外 还有一名投资大亨 18号收盘前最后一小时 18号收盘前最后一小时 涨势急踩刹车 主要原因是美国投资大亨 BK告诉木头社 他对美股正提高警戒 更暗示可能会见到美股暴跌 因为许多公司获利 是靠着低廉的借贷成本 而非出色的管理 或者强劲的基本面 有华尔街人士认为 伊坎一时的言论 不足以左右未来走势 而且伊坎自己是买家 不能排除他想借此喊低股价 制造买进两金 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人认为 议许会会等到经济数据改善 激励措施才开始收散 但曝光的会议记录 当下惊醒了沉浸于QE 资金盛宴的投资人 立场鹰派的联准会议决策官员 辩论是否在经济和就业数据改善前 就开始缩减QE买债力道 但是联准会主席博南克 在华府对全国经济学家联会演说时 仍旧是一贯的鸽派立场 这也是欧巴马总统提名 叶伦继任主席后 博南克首次的公开演说 他表示美国经济尽管已有显著改善 但离官方的理想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 分析10月的会议记录 意味着最快12月 联准会就可能宣布缩减购债规模 但瑞士信贷的资深顾问 鲍博帕克认为 联准会对市场反应非常敏感 可能明年第一季才开始解码 而且缩减的步率会非常缓慢 他预期2014年第一季联准会 每月购债规模可能缩减到700亿美元 会多看美股 从2008年底第一轮QE推出以来 标普500指数暴涨了110% 今年以来标普飙涨超过25% 道雄指数上涨20% 看着股指不停上冲 许多人心里的疑问都是 股市泡沫化了吗 另一名交易商也不看淡后市 不过他认为目前美股热过头 需要修正 过去两个月修正幅度仅5% 他说至少应拉回10%才向阳 届时就是买进良机 我认为非常有意义 我认为非常有意义 我认为这个市场 太远太远太远 我认为这个市场 我认为只有30年 所以 Carl Ica may have a better look at it 但我认为这个市场 是 due for a pullback 但我认为这个市场 有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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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市场 当时市场 你会购买它 你会购买它 而不是购买它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